欢迎回到学用数学,数学有用 在这个视频我们要进行的就是一个建这个带半角的四边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四个点,四个点可以拖拉 另外呢,这里有滑洞条α 那α的话这里叫做β,β是α的一半 我们可以改变一点的位置呢,让这个f呢也跟着改变 在第一部分我们要建立的就是三角形的两边 两边主要是利用旋转来得到 那有了两条边,接着再建第四个点 我们就有一个四边形 而在四边形上呢,还有一个动点可动 基于这个动点呢,我们可以把它建立一个这个半角 得到一个这个f点 f点呢,也可以随着1点的位置而改变 首先在Georgiava官网,点选这个Georgiava经典 点选这个仕途,叫出指令列 一开始先建立两点,a等于这个00 接着呢v我随着a动,所以用a加上这个10 把v建立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要建立C点 我们希望ab跟ac等长 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利用旋转来达到 所以我们先指定一个这个旋短角 利用滑动条来建立 这边选角度 我们角度的话呢,就是从30度到150好了 好,这边按确定 好,所以这个滑动条就出现了 我们再稍微调整一下视窗 让这边的网格消失 在这边就可以点选这个旋转工具 点旋转 点v 再点a 好,那这边的话呢,要输入alpha 你可以呼叫这个小键盘 在这小键盘里面呢,有alpha可以输入 好,那度记得拿掉 这时候按确定 并点选这个v' 将它重新避免为这个d 接下来呢,我们利用这个线段工具 将va 还有这个da把它连线 接下来呢,再选择移动 然后这边拉动滑动条 这边就动起来 好,那有了avd 接下来我们再建立c点 c点呢,我们先让它是e 好,并利用这线段工具 连接这个cd 还有这个cb 接下来呢,我们希望在vc上有一个动点 我们选择这个秒点工具 好,那在vc上呢,点一下 这边得到一个e 好,那我们这边呢 再利用线段工具 把ae连起来 好,现在选择移动 诶,这边呢 现在1点呢,就可以在vc边上 动来动去 对,那有了1点 我们现在还讲建立另外一个点 构成一个绊角 好,那一样呢 我们先利用旋转工具来得到 选择旋转 选选1 再选旋转中心a 好,这时候的角度就利用刚才的α 再除掉2 这次按确定 看,e转完的东西就是e' 但我们要的不是e' 我们要的是在dc上的点 先选择直线工具 连接e'跟a 再选择交点工具 在这边再点一点f 好,那现在呢 再选择移动工具 把e' 还有直线k都移除 然后再换成这个线段工具 好,那接着呢 我们再拉动1 f呢,就会跟着动 而这角度就是原本α的一半 为了看得更清楚 选择角度工具 选择e,a,f 好,那这边呢 再稍微移动一下 好,我们就可以完成 这个半角的操作 好,动的现在可以改变c点 那也可以改变这个角 好,它都会跟着动 简单回顾 在这视频里面 我们建立了一个半角模型 最主要就是利用滑动条 还有旋转 来得到d点跟f点 用ggb来达成一个可动的集合图形 其实并不难 在下个视频将对这个做些扩展 例如让三角形做出旋转 也就是半角模型里面的最主要步骤 好,这边是两角形做出旋转